嘿 大家好 我是M9KHLAMO或EMO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三階段惡王的法刀 三階段惡王的法刀其實可以打得期望傷害非常的高啦 那我畫面上的這一個陣容呢 它是可以搭配我之前介紹的那個武王的法刀 就是一個足中二然後一個足鞍 然後這樣就可以同時出這兩刀這個樣子 所以也算是還不錯的 那這一個刀的話它的練度是R12四劍 就是鏡華跟鞍的部分是R12四劍 那你如果是升五劍的話呢 五劍有別的打法有別的軸 然後有使用永黑的軸這樣子 所以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邊伊莉亞的部分就是有就開 然後千里的部分也是有就開 所以我就不特別寫 那我就寫比較會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這個1分的時候 Boss會放一次UB 然後鞍跟鏡華就是去連點點開來 因為Boss要UB開完之後鞍才可以開 那鏡華要去吃這個鞍的buff 然後傷害才會比較高 所以就稍微等一下 那伊莉亞的部分 其實 就是因為雷雷不會打1位啦 然後站在1位的時候 就是還算蠻安全的 你只要不要自己暴擊什麼的 運氣很差那一種 那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啦 對所以伊莉亞基本上 我自己玩的時候 倒的機率是不大的 倒的機率是不大的 那40秒之後安慰做一次普攻 普攻之後呢就開 然後鏡華就跟上 鏡華就跟上 這邊這個 倩理喔 倩理的部分呢 就是他 通常是開了之後 然後讓安跟鏡華去吸血 但是基本上都是會用普攻去吸血 所以是沒有吸滿的 但是沒有吸滿沒有太大的關係啦 就是因為沒有吸滿還是不會倒 還是不會倒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這邊接下來這個是比較重要 比較有可能會失誤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開了倩理 倩理普攻之後呢 開了UB 那接下來安慰放一次的buff 所以呢他不會吸血 然後會做一次普攻 那普攻下去之後才會吸血 在22秒的時候 看到安吸血的瞬間 然後就開出安 看到安吸血的瞬間就開始完 那鏡華呢也是要看到鏡華吸血的瞬間 就開出鏡華 一定要看到吸血吸下去才能開 你如果太早開的話 你會斷到那個吸血導致 這兩隻角色沒有補到血 那就會倒 那就會倒 所以這個22秒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你要看到兩隻角色都確定有吸到血了 然後才去開他們的UB這個樣子 那一樣是兩隻角色綁定的 就是 要先開安 然後再開鏡華獎 因為安的那個UB的buff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啦 然後那個傷害的量真的是非常多 等一下結尾看結算表就會知道 5秒的時候呢安會做一次普攻 普攻之後呢就開UB 開了之後鏡華要直接連點 鏡華要直接連點 因為如果晚一個瞬間的話呢 那buff就會少 可以看到英靈的加護在鏡華開完之後的瞬間就沒了 鏡華開完的瞬間就沒了 所以呢 鏡華那個地方要連點啦 就直接把那個普攻斷掉 那最後呢在開1秒的時候開中2 這樣這一個軸就完成了 這個軸就完成了 基本上倩理就是有就開 然後 伊莉亞的部分呢就是看情況 就是看情況 大部分的情況也是有就開 因為他在1位也不會受到傷害 所以你也只能有就開 這樣 好那畫面上可以看到鏡華的傷害非常的高 鏡華傷害非常的高 跟伊莉亞是幾乎齊平的狀態 因為他每一次的攻擊都有開到underbuff都有吃到underbuff 然後又打了3次這樣子 所以說 鏡華可以達到這樣子的傷害量其實是蠻少見的 通常都是看到永黑 才有可能達到這樣的傷害量 所以呢 這一刀是我認為還不錯 然後符合我自己頻道推薦的練度的 陣容 所以呢就在這邊推薦給大家好不好 那大家就是可以稍微試試看 雖然呢雖然我這邊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三階段的部分 三階段的部分 其實五王有蠻高的機率是推不掉的 五王有蠻高的機率推不掉 所以說你有可能會需要出 物理隊的打五王 然後再出法隊打五王這個樣子 最後要出兩隊去打五王的部分 所以就是二王的話 要不要出法隊就會取決於說 你有沒有聖誕千歌 因為五王的那個法刀是要使用 聖誕千歌 是要使用聖誕千歌的 那你如果沒有聖誕千歌的話 就代表五王的那個法刀你要租聖誕千歌 你要租聖誕千歌 那你租了聖誕千歌 你租了聖誕千歌 就代表說 你沒有辦法出 2加5的法隊 就是我一開頭的時候講的 俄王 然後租總俄 然後五王租 鞍 這樣子 然後出2加5的法隊 你只要五王你需要租聖誕千歌的話 就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的操作 所以 這一個法隊 這個俄王的法隊 基本上我個人是推薦給 你有聖誕千歌的人使用的 你有聖誕千歌的人使用 因為 以三階段來說的話 五王肯定是推不掉的 五王肯定是推不掉 因為五王的物理刀 其實 都 不太舒服 目前只有一個 熊錘的刀 可以打出 比較高的傷害 可是那個熊錘的刀 真的 非常難 可以看到我目前還沒有發 那個熊錘刀的影片 是因為 我按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 成功沒有幾次 真的成功沒有幾次 失敗的 的次數 遠大於成功的次數 這樣 所以 我還在想有沒有辦法把那個軸改的 更好按 我在思考的點是說 有沒有辦法讓他更好按 傷害可能少一點 但是 成功率更高 我會想要以這樣子的取向去 前進 因為 連我自己都 都不一定按得出來 像這樣子的 走 我個人 我個人是不太敢在正式戰拿出來使用 因為如果像前面的聯盟的話 他們 集中在同一個時間打 或者是說他們有去擊刀啊 什麼的 你如果不知道擊刀的話 我之前的影片有講過 可以去找一下 可以擊刀什麼的 所以他們會比較有 有那個空間 可以去出這樣子 失誤率比較高的 軸啦 那加上說我自己也不是一個 玩遊戲很厲害的 玩家 很多地方其實都還蠻容易失誤的 看我的頻道應該都可以知道我這邊 介紹的軸都是比較好按的 比較容易成功 你在正式戰的時候 比較不會 失誤的 這種軸啦 然後傷害就還可以 差強人意這樣子 而不是 頂的傷害 這樣子的 類型啦 那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厲害的玩家 所以我不太會去寫那種 我自己 都不太容易成功的 軸啦 所以 講了 繞了這麼多 就是說 武王的部分 通常 很容易遇到 武王砍不掉 的事情發生 那就會變成說你 武王 你只能出很醜的物理刀 很難看的物理刀 那當然我之後也會稍微介紹一下 武王有哪一些物理刀是好打的 就是 操作上好 然後輸出 當然輸出沒有辦法到很漂亮啦 就是他至少還可以看 這樣子的 程度的物理刀啦 之後我也會介紹 所以說 你如果沒有聖誕千歌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出武王的 法刀 我就會建議你租 出聖誕千歌然後出武王的法刀 就不要出這一刀法刀了好不好 當然如果是有聖誕千歌的人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出兩刀法刀 就出這一刀 跟聖誕千歌的那一刀 好不好 好 那總之呢 就是這個樣子啦 稍微花了一點時間跟大家解釋了 一下這個月的 聯盟戰的情況 希望大家在聯盟戰都可以打出 理想的傷害 然後順利達到 希望的排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